那些年背着我妈偷偷买的玩具 你都买过哪个呢 大便发射器 这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弹弓 不过小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捡树之做的 树叉加上橡皮筋 还有树上掉的树子 就可以跟小伙伴来一场比赛了 现在橡皮筋变成了这种橡皮爸爸 拉起来感觉非常解压 准备发射 这坨爸爸太好玩了 要不是被我妈没收了 我可以玩上一万年 泡泡胶 八九块八买了三根泡泡胶 我明明记得小时候两毛钱一根的 怎么贵了这么多 小卖部老板说这是升级版 吹不破的泡泡胶 你们信吗 认为会吹破的宝宝请扣一 认为不会破的请扣二 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 挤一些泡泡胶在吸管上 用你的洪荒之力吹它 这就破了 算了我们给老板一个面子 这一次我们多挤一些泡泡胶 再吹一次 天了撸 怎么还不破 我感觉快要断气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不行了 只能吹这么大 一口气捏爆它真的非常解压 点头啄木鸟 我妈说我又乱花钱 她不知道 这是我买的学习神器 做试卷遇到不会的题 就把它拿出来 把这只啄木鸟拉到最上面 放手 它就会用它的嘴疯狂的除虫 像在敲木鱼一样 如果敲完还不会做 那就再敲一遍 再敲一遍 这样还不会做 那就说明这道题可以跳过了 等老师明天讲解正确的答案 风洞陀螺 9块钱一个还挺贵的 可是班里很多人都在玩这个解压神器 外表看起来很炫酷 用嘴巴吹一下就能转动起来 还挺好玩的 我同桌说 她已经验到6级了 我可不能输给她 盖子里面有磁力石 陀螺可以倒立吸附在底盘上 拿出我妈的吹风筒 照着速度 全班第一肯定是我了 疯狂的眼镜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偷戴大人的眼镜 但是你们戴过这种吗 能眨眼还能闭眼的眼镜 看起来非常好玩 我们也来试一下 原理就是这根绳子 一拉 眼镜就能闭上 如果带着她上课 打瞌睡老师是不是就看不见了 为什么我戴起来跟别人不一样呢 一只眼镜打不开 调整一下 好像可以了 我妈说很像村口的二傻子 真的吗 臭屁包 这个大家肯定不陌生吧 先用手捏爆里面的水包 趁你妈不注意快速扔出去 这个时候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味就会弥漫出来 千万不要把它带去学校 不然你的同学肯定会说你放臭屁 班主任也会请你去办公室喝茶的 走抛变色球 拿在手上抛来抛去 就能变色 真的不是我想买 都怪小卖部老板玩得太好了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作为一个有球之精神的人 我肯定要买回来研究一下 真的可以变色 玩法也简单 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原理吗 触电口香糖 外表长得跟口香糖一模一样 可当你用手拿口香糖的时候 就会触发一股神奇的力量 明明记得放在书桌上 不知道为什么被我爸拿走了 他罚我抄了十篇课文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唇印枪 我妈说这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玩具 我只是想知道电视剧里的嘴唇印 都是怎么印上去的 这个嘴唇摸起来很丝滑 拿来我妈的口红给他化个妆 轻轻作业本 效果一般 如果印在脸上呢 效果还行 在我妈发现之前 赶紧擦掉 晚风幸福澎湖湾 白浪中沙滩 没有烟灵 追陷阳 赶紧擦不动 然后在脸上